种蔬菜的温室棚架多达二十几座 全都被沉重的积雪压垮 山东微海连日狂风暴雪 降雪量创历史新高 价值约两百六十万新台币的座物全毁 农民损失惨重 降雪量同样创进十年最高的河南省 十二月中旬 全省平均气温只有零下一点八度 刷新六十二年来最低纪录 有一所学校的湖面结冰 连鸭子也遭殃 黑龙江省浮远的鱼市场 身长跟小孩差不多的巡鱼 还能站着脉 可见当地有多冷 这波从北极南下的寒潮 不仅东北多地都处在零下四十几度 包括北京也超过三百小时 相当于十二点五天低于零度 创七十二年头级最久的低温记录 济南久如山峰景区的瀑布结冰挂在阳光下金银梯透 冬季银白世界如梦似幻 政府景象看似浪漫 但暖气供应可成了大问题 陆媒报导河南省多处城市 因为供暖锅炉故障导致暖气供应不足 当地政府下令将暂停多数企业的供热 以民生和医疗优先 不过部分住宅区仍受到影响 预计本周升温都会是主旋律 中东部大部的累计升温幅度 普遍能够达到四到八度 大陆气象台提醒 由于气温回升 积雪会开始消融 接下来要小心建筑物或桥底 出现落雪或坠冰伤人的意外事故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